社會發展部唐鳳部長 国家之通安全研究院何全德院长 大家好 现在我们请何院长进行简报 好 部长 市长 还有各位 没有谁 接下来就由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今年1月1号部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政策 就是把TW社CC交付给治安院来营运 那我如果用一般的比较白话的来解释 TW社CC就像是网路资安事件的119 它的起源就是在internet全世界刚起来的时候 有些民间的组织 认为发生资安事件需要一个单位来接受通报 然后分享 然后能够串联全世界来共同联防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媒体记者先生来分享 就是这样的一个业务 可以看到在国内从民国87年经过几次不一样的一个单位在接手营运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 这边除了学术机构以外 其他都是法人 并不是政府机构 因为一开始 这个组织是由民间开始来发动 那TW社CC我刚刚讲的比拟网路资安事件的119 它有几个只要的功能 第一个就是资安情资的一个分享 因为全世界有很多种资安事件 那为什么要有这个单位来做台湾的一个协调的窗口 希望把全世界发生的资安事件 一些资安的漏洞 然后资讯透过这样的组织能够彼此分享 那第二个当然我们台湾也是国际社会的议员 所以我们也把台湾的这些情资 透过这样的组织来分享 那第二个当然是应变协调 就是发生资安事件 在第一时间当然每一个企业都有它的后面的厂商 那当然如果需要的话 需要后面一个单位来做这样的支持 还有包括国际合作 那当然最重要也是希望能够经由这样的一个单位 来结合各界的力量 不断的去推广资安的议事 那各位记者一定会很奇怪说 不然为什么这么厚爱我们资安院 把这个公司交给我们 那事实上资安院成立一年以来 在过去从技术服务中心的时代 有包括我们有非常丰厚的一个处理国家成绩的资安的一个事件的经验 还有很多协作联盘的经验 那比较重要的是 我们政府机关的资安事件的通报应变有一定的法律 就是我们的资安法 但是7月的资安事件通报目前并没有法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资安院会透过几种方式来提供这样的服务 包括我们希望能够扩大推广会员的服务 因为你只要成为这个社的息息的会员 那我们就有这个管道 把我们的资安的情资能够提供出去 那第二怎么样让企业愿意来通报 还有怎么样跟行政机关的合作 鼓励大家来通报 还有一些我们正在跟一些民间的企业做一些链接 那当然台湾作为全市的议员 我们也需要一些国际的合作 所以这个细节我就不讲 那这几个在我们的简报里面都有 那我这边除了这个书面的资料以外 我再补充一下 因为资安院接手又刚刚讲说 我们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那第二个部长做这样的决定 我应该是全世界的类似这样的组织 没有像台湾这样的一个配置 就是说可能以前都是从民间的组织 在接受通报应变 但是后面没有一个别的国家这样的组织 后面是有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法人 在后面提供各种技术的协助 我想这样的一个案例 我们了解全世界很多类似的组织 我们台湾是应该是第一个 那韩国有类似的 不过他的人没有这么多 我想这个部分是当时候 不理做这样的决定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TW社的CC的运作 我们过去在资安法里面 有所谓八大关键的设施 但是企业那块并没有类似的组织 所以资安院会把过去20多年去处理 政府资安通报应变等等各方面的服务 我们会透过TW社的CC这样的管道 往民间去扩散 所以某种意义来讲 我们今天可以讲 就是部长做这样的决定 是帮我们国家打造了第九项的关键基础设施 等于我们资安法规定有八个 这是法律 但是另外一个企业广大的企业里面 经由这样的组织还有资安院 在后面提供这样的support 所以我们整个国家的工跟师就连在一起了 所以某种意义上 资安院作为一个国家成绩的行政法 也如这样的平台 用台湾讲 两两做一两 我们所有公司网络 所有的资讯就可以彼此分享 那我们在工部门掌握了资安的情资 如果发现某一个企业有同样的漏洞 我们会来主动来通告 我想这个部分在某种意义是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各位媒体记者可能会问 那资安院接手以后 跟过去的基础市场 未来会有什么不一样能够去达到 协助我们把企业职业做好 我想第一个 除了我们去鼓励大家来做我们的会员 让我们有个机会有个管道去提供服务以外 那我们也会主动的 比如讲说如果某一个企业他受害了 那我们除了来通报以外 我们也可以提供这个资讯的服务 那必要时候除了他自己的厂商以外 那政院团队也可以做一个第三方的协处 我想是第一个我们将来要提供的服务 那第二个如果我们掌握了某一个软体硬体通信设备的弱点 那发现这个使用这个设备除了政府机关以外 也有明天的企业 那以前可能要经过好几道的程序才能够达转的通知 那经由这样的机制我们就会立即来通知 所以等于加速了这个资安漏洞的一个很重要的流通的管道 所以这样的情况就做一个联防 还有另外一个是部长一直要我们资安院来做一个 就是准备要去公司这个联防链接 那我刚刚讲说某种意义上 TITOP4CG交给资安院来营运以后 我们帮国家达到了第九项关键基础设施 那很重要的资安院目前已经积极的 而且非常好的成果已经建议管道了 我们跟这个资安主管联盟就是吸手有这样的联络广道 所以他后面的产业跟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变成会我们彼此可以互相的来交换的情职 让情职的这个速度更快 问题能够处理更快 那第二个部长也只是我 我们要去跟无电面商业同学公会 他有广大的电商平台的会员 那过去没有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资安院成建以后又把它连接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就很快的来进行相关资讯的分享 等等甚至将来人才的培训 这个是我们第二个要来做的部分 那除了无电面工会以外 我想国内很多高歌气联盟 还有重大的一些产业的目前 我们都有建议这样的管道 所以综合以上几个 我所说明的贴导社息息交给专业来营育 一方面我们金融专业后面广大的技术专业能量 把二十几年的政府的经验 往我们广大的企业来扩散 尤其我们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 他不一定有这样的能力 就是这样 第一个很专业 第二个就把八大关键基础设施 加上我刚刚讲的比拟我们第九大的关键基础设施 就是我们所有的企业网路 我们把它串联在一起 等于我们帮国家建立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 一个这样的通报的管道的联络 第三个我们将来会提供主动的服务 除了主动告知 他系统存在漏洞 我们主动告知他怎么去改善以外 我们将来也正在跟一些民间的业主 可不可以用像那个FreeSource 来帮他们进行一些公开性的风险的评估 那我想这样子对一些他的曝险的程度 他过去不一定有这样的能力 那经由我们替他社的信心 就可以来做这样的处理 那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也透过这样的东西 把台湾的在资安事件的情知 我们把它汇整 我们往国际的社会来分享 能够彰显我们台湾在全世界的网路的 这个任性里面我们散尽了我们地球公民的一份子 让更多的全世界的友好的国家 愿意跟台湾做更好的连结 建立更多的信任来共同处理 可能未来的一些治安的事件 那我想以上我就把这个意义来 来跟各位分享 那这个部分特别感谢部长对我们这个资安院的 这样的一个信任 那我们将来也会 如同我刚刚跟各位记者先生所谈的 我们来提供这样的服务 那当然也要特别谢谢 也希望我们经由今天的记者会 透过各位媒体记者先生 广为宣导 让更多的这个企业 虽然没有法的依据 可是呢 能够加入我们这样的一个通报的行列 让我们有机会来帮我们广大的企业来提供服务 那谢谢今天媒体记者先生 对这个问题的关心 谢谢 谢谢何院长 现在我们请数位部唐部长支持 好谢谢刚刚那个媒体先生 是先进老师的意思 好我想我两个补充 一个是说大家听到TWSCC在最近 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 可能是之前Irant事件发生的时候 那当时是国外的研究员嘛 直接找上我 然后我就往TWSCC通报 第一时间来进行这样子的应处 那在当时我们就发现说 不管它是各个部会 像当时这个应该是交通部所主管 其实不分大小的民间企业 都需要这样子及时通报应处 甚至是主动来协助的服务 那虽然在目前的自然法18条是说 我们得到这个重大自动安全事件的情报的时候 不分它是不是关键基础设施 我们得就是可以提供相关协助 但是我想民间是更期待我们主动来提供相关的协助 所以在那个案子里面我们当然来主动协助 那从那个之后 我想只要是重大的跟各自相关的这个事件 就算它是在民间的单位不是关键基础设施 只要主管机关知道了 我们都让资安院跟着去进行来各自的这个行政的调查 那当时就是资安院派人 TWSCC也派人 那这样子过了一阵子 双方就有这个革命情感 所以我就跟何院长说 那不如TWSCC就直接进入资安院 变成有资安院从今年开始来营运 那这个是这件事情的一个脉络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新资安法修法 也即将就是提到院会 即将到立法院 我想在里面我们还是会秉持相同的精神 就是说当然你是关键基础设施 当然就有向这个资安法通报的义务 那如果是民间的话呢 虽然没有这个义务 但是我们会很鼓励 你来加入TWSCC相关的会员 或者是就你现在所在的产业 像五电源商业同会工会 像Semi 像CISO等等的这些 你加入他们这个联盟 来跟我们进行联访 那这样就可以享受到 相当于关键基础设施 这样子的留TWSCC 也就是资安院这边 来提供的及时应处跟通知的这个保护 以上两点补充 谢谢 谢谢唐峰部长 现在我们进行媒体提问 媒体朋友可以扫描荧幕上面 或者是桌上的slido提问的QR Code连接 用slido来进行提问 一直扫不进去 那个我们同仁说 他们slido连接刚刚有更新 麻烦你们可以再试试看一次 那我们请同仁把画面 荧幕画面切换成slido提问的画面 中央社询问 TWSCC好比资安事件的119 可否说明去年 今年以来收到通报的数量 目前TWSCC大概有多少会员 比较是以前哪些产业类别为大宗 我先通报应变中心的维着责任说明一下 谢谢 有关通报的数量 那因为 有关通报的数量 大致上我们因为接手了大概三个月左右 大致上接收到的数量 就是二十几件三十几件这样的数量 那只是因为这些资安事件类型其实也蛮多的 所以大概五花八门都有 那大概是二十件到三十件左右这样的数量 那我们现在目前会员大概有一千五百个会员左右 那从我们接手到现在 大致上成长大概十几%的这样的一个会员数量 我们也持续在推广做这件事情 那产业的类别呢 应该算客机业会相对比较多 相对比较多一点点 那当然民间中小企业有的也是蛮有兴趣 哪有在洽谈说他们希望 加入帝莱社希望我们提供一些服务 这样的说明 中央社询问 帝莱社CC运作多年 转由你们营运之后 有没有具体案例可以分享 像是企业可能发生怎么样的事件来做通报 后续辅导成效如何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状况应该是这样 就是来做通报 刚刚有说 事实上类型其实是相当的多 那我想举个例子是说 我们主动通报的好了 因为我们其实会有人做7成24小时的一个监控跟手续 那除了帮公务机关之外 我们当然也帮民间企业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在前阵子有看到在这个论坛上面 就是大家会知道 有一些论坛上面 他都会有一些在贩卖个资啊 还有一些比较敏感的资讯 那我们就刚好看到了某一个企业 那这个企业它的被卖的人声称 他有两T左右这个有关于这个企业内部的资料 那我们就刚好那个企业呢 他刚要加入我们会员 就是他有提出申请 然后我们在审核当中 那我们就刚好注意到说 这个企业我们好像刚接到他的申请书 所以我们就依照这个状况呢 直接通知了那个企业 那他也可以赶快去做应付 去确认说这些资料到底是不是 他们从内部介入主义 是不是真的如这个卖方所说的 是有这些资料在做贩售 那另外可能另外还有提的是说 有关于个资这个部分 因为个资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现在还会跟着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一起去做行政检查 那包含重大我们可能也会主动介入去 解除他们提供他们意见 怎么样去针对这个个资外界的部分去做改善 从技术面出发 看他们的系统 看他们的架构 看他们的一个配置 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他们也找了厂商来做 见识跟处理之后 我们会去看他们后续的一个补强措施 是不是合理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够针对这次事件 去做好好的补强 那未来不会因为同样的事件 同样的原因在发生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 现在目前有关于通报 这个部分的一个梳理的状况 还有一个郭震翰的 IT Home询问 资安院负责TW-SERCC业务的能力与资源编制 比TW-NIC时期多多少 可以让资安院更适合负责TW-SERCC业务 这个广义来讲 就是我们后面负责政府的那一块 包含NCERT等等 都是在支援TW-SERCC 因为它是共享一个 包含亲自通报的平台 所以可以说全部200多人 250多人 都可以说是在支援TW-SERCC 只是说TW-SERCC 它是面对民间的 不像我们的 像其实同样有资安院负责的NC CSC就是面对电信业者等等的 这个看院长要不要额外说明 好 我刚刚部长已经补充了 大概就是 我们后面250个 都是可以帮这个TW-SERCC来补 因为这个事件的处理 需要各种不同的专业 所以我们包括检测的 还有包括通报应变的 等等都可以来提供这样 所以这也就是我刚刚讲说 全世界很少有这样的案例 一个射的CC 这样的通报窗口 有250个的专业人员 来提供这样的服务 那刚刚部长所谈到的 那个通讯传播的领域的 也是今年一月交给我们的 就是刚刚的八大里面 那事实上我们目前 大概四个人到五个人左右 专职人员有四到五个人左右 来处理这个专业 但是相对我刚刚讲 四到五个还是有250个 所以我们在这个资安事件的通报的时候 我们分成两线 第一线就直接面对这个通报应变 然后去做相关的处理 那第二线如果第一线没有八子 后面就很强大的技术的团队 包括刚刚我们韦泽昨天讲的 可能有些可以来更深入的去做 更严的分析 跟一些数位的这个见识 所以我们专业并没有额外的增加能力 是善用我们既有的人力跟经验 还有我们掌握的国内外的情资 来分享给我们企业 因为就如同刚才说的 如果他不是关键基础设施 他加入CNBC之后 不会因为他加入会员 所以忽然就取得通报义务 他还是觉得说通报能够获得及时应处的时候 他才会来通报 那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 我们主动通报过去的这一点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政府这边 会接到很多国外的一些情资 那国外的情资就会说 只要用这一套系统 用这个版本的都会有危险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加入我们会员的话 只要你是用这一套系统的 那我就会立刻通知你说 你现在是有曝险 必须要立刻来更新等等 又或者是说国外的情资 让我们发现说 现在駭客正在针对某一个供应链 来进行攻击 那虽然现在还没有打到你 不过就快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主动来通知 这些都是还蛮重要的 OK 那接下来是不是请资安署的同任 来 郭河总 我请那个组长 所以可以到台前 这样比较拍得到 郭河总 各位介绍朋友大家好 我是国合组的那个安定组长 那针对这个部分 因为是负责国合的 那这部分 第一个问题的资料 我目前手上没有 但是在一般来讲 我们在跟外交部配合上 我们基本上每年度都会有一个 合作的事情 就是我们会安排一些外观的集合 那一般来讲我们针对 资安事件通报的话 通报的机关都会有一个问题 会回答说需不需要一些资安署的协助 或是相关的协助 如果需要的话 我们会主动去帮忙做一些资料的收集跟分析 所以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协助的部分 就是依照通报机关的需求 那我们可以协助的部分 就是依照 我们可以做一些见解 做一些系统的分析 有没有一些漏洞 情织的一些分享等等 那如果是针对外交部的部分 我们会有一些外观的见解 这部分我们像去年也有进行 那今年应该按照事实上 也会跟外交部这边一起配合 做这部分的巡检 以上的说明 谢谢 请问一下 所以现在针对这次事件 外交部有请资安署协助吗 因为不好意思 这个资料我没有资料 可能是我们另外组的 所以是不是我们会后 可以的话 我们再跟大家报名一下 那您刚刚提到说 就是针对外观会做 检检这部分是哪时候的事情 预计哪时候会做 我们今年正在计划当中 这部分我们要跟外交部 做一些时程上的一些讨论 所以目前还在讨论进行当中 那去年是有进行的 去年是有这部分是有进行的 谢谢 它其实是一个例行的工作 所以我们会按照当年度的 就是请资来判断说 外观现在正在接受 哪些方面的威胁 然后来规划说 我们要特别见解哪些部分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像我们自己也透过像 自然凭证或行动自然凭证 去进行公文传输的时候 是采取所有的端到端的加密 意思就是说 只有我签合的这个人 跟我的上一手签过来的时候 是直接针对我的这个手机 或自然凭证来进行加密 所以只有我打得开 中间就算被拦截了 拦截的人是受不到的 那我们这套系统目前是在 数位部本身来使用 就是密间线条前河系统 不过我们就算是在 试用的过程里面 也已经收到 包含外交部在内的一些 相关部会觉得说 那这套系统它在 就是自然防护等级上 可能是比较好 或者是有值得参考之处 那主要这套系统 它的目的就是在 即使是在行动办公的 这个情况 也就是你离开内网的情况 那不会只靠 就是说 以前是靠内网的防护嘛 你一离开内网了 那就很难防护了 那现在是因为 采取一个零信任的方法 所以在解密的时候 它还是会需要说 好比像说 我的手机上面的指纹认证 我手机上面的装置认证 我的行为认证 或者是一定要有那张 灾难凭证 才能够解得开 那在这样的话 中间就算是 在外馆常常会 运用一些当地的 这些电信商啊等等 那都没有关系 因为是到端到端到 我的这个终端 才进行解密 那这一部分 我想我们也会尽快的 去跟行政院来进行讨论 看是不是有可能 就是扩散到 其他的相关部会 这部分看院长 有要补充 没有补充 好谢谢 不好意思 我可以再嘴问一下 就是那个 因为这次骇客公布的 第二波文件 关于肖美请的 就是看起来是财政部 跟外交部之间的 电子公文系统流出的 那请问就是刚刚 部长有提到 电子公文系统这部分 在数位部这边影院 有观察到就是有漏洞 或是被骇客 骇入的迹象 谢谢 我们目前并没有接到说 系统的 这方面的这个情资 那主要原因也是因为 其实自通系统跟资讯 是两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是在 个人或者是他处理的时候 他经手一些资讯 这些资讯本身 他的外流是一回事 那自通系统是说 处理所有资讯的这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被打入 那当然这个系统里面 除非他是在端到端加密 那不然的话 其里面的所有的 这些资讯都受影响 那这两个在我们 自通安全法是不同的 太一样 所以您刚刚提到说 有没有针对这个自通系统 来进行通报 以我目前所知 我们是没有受到这方面的 有关刚刚那个ID4 问到这个问题 接到设计 怎么样去加强宣导 那在院接手以后 会有几个 在过去的基础之上 我们大概有几个做法 第一个 就是我们会选择一些策略性 那我们应该优先来 请他们加入我们会员的一些 产业 那我们的做法会用供应链 这个整个角度 因为现在的自然是从供应链的角度 所以我今天还不方便讲是哪几个 那不管刚刚已经讲了 像那个洗手 高科技人民 可能像西米纳乎店面工会 那我的做法是 主动邀请这个供应链的相关的企业 到我们自然院来 由院长亲自简报 来说如果加入以后 我们怎么样说我们来写的话 那得到非常好的回馈 那第二个马上到的 那个今年五月的战大会 我们也会在会场上来 来进行相关的宣导 那第三个我们 事实上我刚刚讲说 某种形式上的第九个关键基础设施 所以我们有个TWISEC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联盟 所以透过这样的几个关键性的产业 跟他后面的工艺商来加强宣导 来提供这样的服务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跟主管部会来合作 因为每个主管部会 他可能留下面的目的事业主观机关 那甚至可能将来 社会产业署 社会产业署 那可能说不定连工程会 他透过这样的程序来扩大宣导 来能够加入会以后 能够有些诱因就刚刚不讲的 我们主动服务 主动提供相关的情职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也会扩大来努力 那另外一个就是扩大 我们治安院跟治安署相关的训练 国内就经常办了很多 跟治安有关的训练 然后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安排我们孙主任 我们企务部部长 都各种管道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 明天的企业能够加入 这样的一个电动设计组织 谢谢 对因为刚刚提到数位产业署 是因为在之前 就有数位部之前 大概比较不会说 当时应该还在经济部工业局 直接就去跟技术服务中心 去进行这方面的协调 这大概不太可能 因为技府他就是专门执管 政府里面或者关系基础设施的事情 那但是现在 就是政华署长跟这个何旋队院长 其实非常紧密的 在互相合作 除了像刚刚提到的宣导的部分之外 其实为什么我们刚刚特别讲 无地面就是商业同意工会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的 我们成功导入的一些做法 好比像说 透过物流银马的技术 让这些以前都在 165高风险卖场 不要说都 很多都在165高风险卖场 的这些电商 那在最近已经完全从高风险卖场 绝机 那这些包含游戏产业 包含我们 从4月15号开始 已经成为像Facebook或者Google 这些网路广告平台的主管机关等等 那这些我们都不会满足于 只是在事后去做行政调查 或去做应处 我们每次看到这些 常见的这些太阳 我们就会去跟数产署这边 来进行讨论说 如果你在前端 就是源头防止预防生云治疗 先导入怎么样子的数位经验技术 那其实后面根本不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那所以我想从后面的这个应处 一路往前到前端这个防护 这个不只是我们像在政府里面 透过数位任性巡检这样子来做 我们也透过数产署去跟各行各业的 数位转型的时候 也来协助他们 那这个部分很谢谢自然院的贡献 央管询问 请问部长未或留任的心情是 壮志未愁还是海坡天空 是否已和后任部长黄晏南 针对业务进行沟通或交接 您对准部长黄晏南的评价为何 这部分我好像有回答过 就是我的心情就是我很放心 这个有之前有讲过的 那当然就是晏南老师 就是后任部长 其实确实是这一方面 不管是资安或者是AI 或者是隐私强化技术等等 其实非常的娴熟 那我们也已经开始启动了交接 那在交接的过程里面 那我也有跟黄后任部长说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一些作用法 毫比相说的电子信用法 应该很快就会三读通过嘛 好比相说我们资安法的修法 或者是我们的 在就是诈气危害防治条理 俗称的打诈专法里面 我们现在都承担了 就是新的社会各界觉得 我们应该要主动出来承担的 这些任务 包含就是线上广告等等 那这些我们都会尽快 在520之前 就把它提出到立法院 而且也处理到一个段落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黄后任部长上任的时候 他就可以根据这些作用法 来进行相关的这些实证 大概也希望回到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大家很关心是 没有划 然后要民间企业怎么来做 我想在资安院成立之前的 技术副中心的 二十几年的经验 那其实呢 不管是政府机关 或是企业呢 对技术中心 然后到我们资安院 是非常有信任 我想这个信任是非常重要 那第二个 包括院长以下 还有我们所有的250个专业人员 应该现在是国内 人数最多的一个专业的研究单位 而且我们这个包括院长 还有所有同志 我们都经过非常严谨的 国家的安全查核 所以是可以被信赖的一个地方 那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部分 没有法怎么样推动 这个部分呢 就是要展现我们主动服务 提供各种的服务 然后对这个企业的会员 它带来好处 增加他们的信心 我想这个部分 用单位说 这就要拔干净 要各种的联络的方法 那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们怎么样用服务的方式 来争取更多的认同 那第三个我在做这个工作 有一个感觉就是 虽然民间企业没有法的强制规范 但是这几年来我们的企业 包括我们高科技 还有我们的无电面工作 所有的企业 对资安的意识的提醒 它整个意识的提高 还有对各自的保护 他们都有这样的需要 所以他们也在寻求 除了他们公司自己的专业服务场上以外 也另外有一个像资安院这样的组织 有专业 而且是可以被信任的 这样的一个单位来寻求合作 所以这个是我们将来要去推动 一个很重要的没有法的情况之下 怎么样来提供这样的服务 那另外一个部分 我刚刚讲 目前初步阶段 我们先由我们院里面的人力 来做这样的东西 那我们将来不排除就这个部分 我们再成立一个政府编组等等 用这样的方式来专责 我们有事件协调组 我们有一个事件协调组 专负的这一块 对 那将来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们再扩充这个人力 让这个混淆 所以我在很多的场合 我也要利用这个场合 再跟各位媒体记者说一次 就是我们资安院 不仅仅是社会部的资安院 那我们也是全民的资安院 我们希望经由今天媒体记者的报导 让更多的企业知道 加入这个社的信息 它可能带来的一些方便的地方 那让我们资安院 包括我本人 跟我们所有250位的专业的同仁 有替企业服务的机会 我想还是回应一下 这个不能拿棒子 其实自从各自法修研之后 可能这句话不一定那么适用 就是如果在 当然就是资安事件里面 有分成相当多不同的事件 但是在就是各自的相关的事件上面 虽然适用的是各自法 这两个是分别适用的 但是因为不管是独立的各自会 或者是目前是筹备处 目前跟我们的资安院 这个非常紧密的合作 包含在重大事件行政调查上面等等 虽然理论上在各自法上面去行政调查的时候 拿棒子的并不是我们 是他的目的事件主管机关 或者地方政府 或者独立的各自会来督导他们 但是实务上真的派去的专家 那就是TW3CC 以及我们的资安院 那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类似行政调查 或者是类似督导 或者集合这些 只是说概念上面 我们在这些行动上面 是未来独立各自会 或现在的目的事件主管机关来带头 那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人 因为行政法人在执行这些公务相关的事情的时候 是比较公务员的 所以可以去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那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说在进行这样的工作的时候 他吸取出一些通案性的教训等等 或者是通案性的在他源头可以改正的 那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可以透过TW3CC的会员 透过比较软性的方式说 就是如果你不想变下一个的话 那可以考虑这个导入这样子的系统 希望能回答这个问题 请问现场朋友 现场OK好 那个请龚珊的诗云 对不起龚珊的月华对不起 我想确认一下 因为刚刚有提到那个主要是科技业为主 我想确认一下 有没有一些企业可以举例 有没有龙头的企业 例如台积等之类的 科技业是其中一个 除了科技业以外 还有其他我刚才讲 无电面商业同会公会 那我本人亲自邀请无电商业公会 所有的会员包括秘书长 到我们资安院来交流 那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联络的管道 包括他们的高阶主管 也有我这个院长亲自去跟他们说明 所以除了高科技的这个产业以外 还有包括就是无电面商业公会 那还有刚才讲那个西手资安主管联盟 他的会员也不仅仅是这个高科技 也有可能包括banking 银行还有这个医疗 那我刚刚讲说没有华 那怎么样 除了刚刚讲的那个各支部会 那我们去处理这个角度以外 我觉得很重要 这部长一直要 要来我做的部分 就是资安院主动去跟部会连结 所以我们也跟 卫福部 我们跟卫福部的 这个医事师 还有那个资金区 有非常好的沟通连结 那我刚刚讲说 我们必须要透过 这个所谓供应链的角度 那另外一个我还没有讲的 我再补充一下 也是部长指示我做的 我们跟教育部资格斯 也进行了相关的链接 所以教育部资格斯 它负责学术网路 所以我刚刚讲说 经由部长这样的政策 我们就把功德跟师的 我刚刚讲说 打造另外一个第九线的 关键基础设施 所以包括教育体系 包括医疗体系 还有很重要的 我们资安院的过去 跟金管会也很好的关系 那我们也正常安排 请那个蔡博龙主秘 跟李宁太处长 跟我们来练结 所以各位看得到 这个任务部长交给我以后 我们很重要就是练结练结再练结 服务服务再服务 我想这个部分 资安院被赋予这样的角色 大家对于这个怎么样 公私合作 联防来保护我们社会台湾的安全 都有高度的共识 那当然 这个部分交给我们三个月 但是这个方向策略 还有我们所有的联络的工作 正在持续的进行 我想加一段十字以后 对于这个会员 我已经刻意我们这个伟责主任 要把会员数目能够扩大 如果没有达到我的绩效标准 就请他不用来上班 所以我要给我们同仁这样的压力 然后把我们过去 二十几年来在政府机关 累积的经验技术情资 跟国际的情资 我们通通的毫无保留的 要分享给我们民间企业 许臣反而在管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对 我也是想去询一下 因为刚刚有说要扩大 有没有一个旗程 就是你给他的目标是多什么 我私底下 这不列入我们的绩效考评标准 这个 我曾经有私底下 请我们启文启论 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孙主任定一个目标 我希望他在联织 这个之前能够以一万人 做一个努力的目标 一万个会员 所以 当然目标这样子 但是你又要讲求方法 因为只有靠资安议员是不够的 再怎么样 只有这个 那部长一直在分享他的经验 在交流我们就是 链接链接再链接 所以刚刚讲 我跟教育部合作 我跟经管会合作 我跟宿船署合作 那下一个我想跟工程会合作 因为工程会透过他的采购系统 我们怎么样互移来供应 政府的相关的资讯跟资安的厂商 以及其他的厂商也能够加入到这样的会员 所以下一次我会找个机会安排跟工程会的 这个业副主委 所以那除了这个政府的机关以外 当然很重要就是透过我刚刚讲的 国内几个重要的供应链 那我们会跟他保持这个互动 所以来谢谢 不好意思可以延续刚才的问题吗 就是刚才院长讲说 希望年底是1万个会员 那目前的会员是多少个 那其中的政府机关大概是多少个 然后民间企业的 目前没有政府机构 因为政府机关是别的系统 是民间的 那刚刚讲我们孙伟哲主任 他这个可能晚上都睡不着觉 因为这个1千5 不过我想立的目标 我们就来努力 因为如果从工艺内的角度 会员角度来看 是可以的 另外还有一个要补充 因为我们今年也在 有拿到一个google.org的一个 赞助的计划 那时候我们订了是希望 能够 reach到3000个 中小企业为企业 跟那个社会创新企业 所以那个也是我们将来 透过这样的方式 可以来努力的地方 谢谢 因为工程会 大家知道从去年年底 跟我们非常紧密的一起工作 在政府的资讯服务采购的革新上面 特别是把资安入归这一部分 是一个新的规范 那这个规范当然不是一蹴可及 是逐渐的来达成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 基本上只要是做政府的资讯服务 相关的厂商 它之后就会有非常明确的 甚至包含它的SLA 就是供应的 就是它那个服务中断的 可容许的程度等等 这些部分大概都会有明确的定义 而且会有相应的就是价码等等 那要怎么样达到这些 它需要的就不只是传统上面 我们资讯服务上面去 好像验收等等这些 而是在最前端就要用一些 它可用性比较高 韧性比较高 易用性比较高 等等的这些元件 那这部分当然也是未来 如果这些资讯服务的这些乘商 也加入了Table3CC的话 那我们资安院自行研发的 所有这些系统 也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技术转移等等 那甚至是透过Public Code 就是公共城市的方式 因为我也就是之前有跟院长 有起面说 其实有一些 它是要整个行业都采用 它才发生价值的 类似技术标准这样的东西 那这些我们去收收权金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那还不如说 就是等大家都采用这些任性 强度比较高的这些元件之后 真的需要服务了 那你再来按照每小时 收顾问费 可能还比较容易一点 对那所以这部分 我想也是接下来资安院 在面对TLCCC相关的会员以及民间的时候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主动的把自己开发出来一些技术 或者一些相关的元件去进行分享跟导入 谢谢 请问现场记者朋友还有其他问题要询问本部长官的吗 请我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目前的接手状况是我已经完全接手完成了吗 因为其实我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刚好有问到TW的设计师 所以说那时候刚好TW的设计师 就是有提到就是说 有一些问题还是只能他们回答 因为我问的是去年的东西 那现在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全部都交接完 目前已经接手了 全部接手了 那我们接手以后 我们会在过去的基础之上 来扩大营运 那我刚讲就是后面有250个人力可以来协助 那刚刚部长有讲了一些我们主动服务 包括我们一些开发的工具 那另外我可以补充的 在一段时间以后 也不能只有靠TW的设计师 所以我们有一个比较未来的一个想法是 我们去帮这个每一个重要的供应链体系 建立他们自己的设计师 让他们企业先连法 那我再办理把各个体系把它串联在一起 因为可能这样说不定会更快 这个是列为我们未来一个很重要的计划 请问现场记者朋友还有其他问题吗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记者会到这边结束 谢谢各位记者朋友的出席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